疫情期间 如果能够透过视讯远距看诊 或是上传照片影片 让医师隔空抓药 是不是很方便呢 但是你把东西丢上网路之前 可能要先想一想 美国旧金山一名爸爸 某天看到自己一岁大的儿子 下体肿胀发炎 就拍照上传诊所的网站 预约视讯看诊 没想到他的Google账号 就被废掉了 网路上的人生 直接砍掉重链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Google现在是看到鸟鸟就开枪了吗 大家好我是饭鸟 欢迎收看饭鸟的特点看世界 这名40多岁的全职奶爸 名叫马克 他打从申请Gmail账户之后 就非常依赖Google提供的服务 Google的形势力 Google的云端硬碟 连电信公司都用Google 在美国推出的Google Fine 整个世界Google了起来 超级的智慧 Google看起来很万能吧 问题来了 纽约时报报导 2021年的2月 马克发现他儿子走路怪怪的 生殖器又肿又痛 当时是疫情期间 他太太打电话预约看诊的时候 护理师就要求夫妇俩 先传换部照片 就能够提前检查 他们就照办了 有了照片 医生很快就诊断出问题 开了抗生素 把肿痛解决了 没想到拍完儿子鸟照两天之后 马克的手机突然通知他 账户严重违反Google政策 且可能违法的有害内容 就遭到禁用 原因是儿童性虐待跟剥血 马克满头的问号 后来才想起来 手机有儿子的生殖器照片 惊绝Google 把它当作儿童情色照了 就这样马克的信箱电邮 通讯录照片影片 还有儿子出生头几年的文件 统统消失了 加上他使用Google的电信服务 连手机号码都被锁 整个被打回石器时代 就在差不多的时间 另一位德州爸爸卡西欧 也因为上传儿子感染部位的照片 给儿科的医生账号也被锁 电邮不能用 他当时正在买房子跑文件 差点就因为Google买不成 大家可能会纳闷 是不是情色照应该很好分辨吧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这边就要稍微解释一下 hash这个东西 hash有人会直接翻译 插息通常叫做杂凑 杂凑演算法简单来说 就是在每个人的资料中 建立数位指纹 每个数位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这个演算法 主要是把资料进行压缩 只提取只要特征 这东西通常应用在已图搜图上 微软在2009年就使用这个演算法 发布了一款图片比对工具 叫做PhotoDNA 包括Google等科技平台都在用 并且跟美国国家失踪 及被剥削儿童保护中心合作 可以快速 而且大量的比对资料库的儿童性 剥削照片 揪出跟这些已知内容相同 或是非常类似的图像 并且防止这些不当内容的二次传播 很厉害吧 但这是不是表示 如果不在已知范围内 新的这种儿童性剥削照片 就抓不出来了 所以2018年 Google开发了一款功能更强大 AI人工智慧 声称可以主动识别 从来没有见过的儿童性剥削图像 意思就是不在资料库里的 也能揪出来了 Google在官方页面说 一旦发现有问题的内容 就会通报给NCMEC 再由该机构跟世界各地的执法机关联络 根据Google的数据 光是2021年 Google就向美国的儿童性剥削报告系统 提交了超过62万笔的案件 还禁用了27万个账户 NCMEC也向当局通报了 4260名潜在的受害者 而在台湾 一名流姓的代课老师 趁着职务之便多次猥亵 并且偷拍女童下题 直到照片上传到Google云端 被系统侦测到 美方通知我国的刑事局 才让这名狼狮背叛10年 能揪出不法分子 当然是很棒啦 但是云端不算私人空间吗 几年前Google 才因为他们会扫描 Gmail的信件内容 投放个人化的广告 而被K了满头包 2017年才承诺 再也不会扫描个人的信件 现在又闹出扫相簿 扫云端的风波 美国的资安专家就批评 这种扫描是侵入性的 民众个人设备上的相簿 应该是私人领域才对 但可惜的是 你的云端不是你的云端 Google的说法是 他们又不是自己到手机去抓照片 是用户把手机照片 备份到Google云端的时候 才会进行扫描 也就是说Google 并没有真的进到你的云端硬碟 看到你存放了什么 而是在上传的过程中 快速扫描档案有没有问题 就像上传档案的时候 顺便扫一下档案 有没有夹带病毒一样 另外技术上来说 AI也不是真的看到你的照片 而是用刚刚提到的 杂凑演算法来辨识 一旦被AI标示为不当内容 Google的人类守门员 才会去审查这些照片 确认是不是真的符合 儿童性剥削的定义 不过回到马克的案例 这位爸爸申诉了 希望用人工审查的方式 但也还是没有能把账号拿回来 理由是Google发现 马克的手机里面 还有小朋友 跟没有穿衣服的女人 躺在床上的影片 应该是他老婆跟儿子吧 虽然旧金山警方展开调查之后 认定马克并没有违法案子也结了 但马克还是拿不回Google账号 账户已经被永久注销 马克原本想要控告Google 但整个诉讼可能花7000美元 相当于21万台币 只好摸摸笔算了 其实这样案例不在少数 台湾也有受害者 像是我国专长为 膳器修补包皮手术的 小儿外科科伯瑞医师 日前也在脸书上分享 他疑似因为发布了 引稿证的微教文章 里面还有小男童生殖器的照片 而遭到Google的停权 也有网友留言抱怨 放了儿女出生的影片 而且全线设定为私人 却被系统判定为情色影片 账号被封 纽迟引述法学教授的文章 认为系统要审核几十亿的图像 错杀是无可避免的 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 为了保护孩童 这是必要之恶 不过企业至少得要提供一套做法 让那些被错杀的人 恢复清白取回账号 讲极端一点 这种错误搞不好会害一些父母 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苹果用户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去年苹果也宣布了一项儿童安全计划 打算在用户将图片或影片上传到 iCloud前进行扫描 并且跟NCMEC的资料库进行比对 如果重叠度高 那苹果就会锁定该用户的账户 虽然这项计划目前遭到搁置 但上个月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官员表示 科技公司应该要继续使用这项技术 来扫描用户手机上的儿童性剥削图像 发明PhotoDNA的美国教授也跳出来说 他支持把这项技术应用在个人的手机上 呼吁苹果应该要大胆一点 为保护最脆弱的人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个新闻也让我好好反省了一下 因为我也是什么都在Google上 哪一天的Google跟我闹脾气 应该会死得很难看 我这里再呼吁一遍 科技不是万能的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想一下 这么强大的工具是怎么运作的 该关掉的功能就关一关 只要上传网路就要有心理准备 这些内容都有可能会曝光 没事也记得要把重要资料备份 至于你昨天晚上吃的龙虾牛排不见 应该没有关系吧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认为关于保护儿童 是宁可错杀100也不可以错放一个吗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另一个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LINE Today估计栏目 你们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细别的 Today看世界 天内未经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